被議員去進入 領導, 放在網絡23條 不可以順利 近凌晨1點 示威者開始推鐵馬 堵塞立法會大樓的玻璃門 有人不斷大力地搖對玻璃門 企圖衝進去大樓 然後用鐵馬衝擊玻璃門 加油… 部分的玻璃被撞到碎裂 場面混亂 後面出來… 期間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 到場企圖制止示威者 但是示威者叫他離開 打開, 打開 之後更加有示威者 一度衝進去立法會裡面 又有人破壞石牆 企圖從緊急出口闖入大樓 又將石頭扔向玻璃門 撞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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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批手持狠牌警棍的警員 大約在十分鐘之內趕到 撞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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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施放胡椒噴霧 將示威者趕到大門的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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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有人去委员立法罗 警察进来出行直部 终于与警方合作 双方之后对视 到凌晨大约三点 警方举起红色警告飙雨 警告示威者 不要再冲击 示威者就戴上头盔和举起雨 大批的警员也都到场增援 入到去立法会大楼里面戒备 期间有示威者和警员发生推撞 亦都有人被警员制服 警察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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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凌晨大约四点半 警方向前推进防线 双方再次冲突 有警员和示威者倒地受伤 警察推动 警察 警察推动 混乱间有警员跌了警棍 被示威者撿走 有示威者就企图推后警方的防线 有警员再次施放胡椒噴霧 有示威者就帮其他人 爬上去往天马公园的出口离开 有示威者就说 今次冲击立法会大楼是有两个目的 一部分是反对马罗拉法调 另一批是想借此行动升级 就是这样 行动升级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政府不会应我们示威者的诉求 国安是市民的诉求 很简单 张超红就反对冲击 但现在这样的冲击 就导致到市民会觉得 为什么是不是真的需要 去到将立法会再用一些铁马包围起上来 这个我们极之不愿意见到的 对于有示威者说冲击立法会 是希望阻止立法会今天讨论版权条例 续称网络23条 立法会秘书署就说 今天并没有有关的疫情 无线电视记者李卓謙报道